字幕影响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英文的重音 之前其實蠻多人有敲反說 要不要做一個 做一集 然後來介紹一下 英文的重音要怎麼區別 要怎麼區分 判断哪边是重音 那今天就在为大家做讲解 这几个字来做讲解 那我们先来看这三个单子 这三个单子其实是算一组的 因为 就是磁性变化而已嘛 就是多加不同的字维而已 那我们来看第1个字 第1个字念作 Photograph 第2个叫做Photography 第3个字叫做Photographic Photographic 那右边这边音标是那个KK音标 OK 因为我想说台湾人可能比较熟悉KK音标 那我就把 这个音标放在这边给大家参考用 那很多人就是想说诶 众音到底是什么 那其实众音其实 对我来说啦 众音其实就是 我们先来看音标啦这边 音标假如标这个上面的这个有没有 这个就是众音 主众音啦 主众音 那如果标在下方的这个叫做赤众音 那赤众音不是我们今天 所 要 聚焦的重点 我们今天是 组众音OK 所以我们只需要 看那个字典上的 组众音 它的众音在哪里就好了 那众音是这样撇嘛对不对 那撇完的右方这边的第1个音节呢 就是众音的所在 众音音节所在 所以我们把这边标一个 标一个这样子好了 这边呢就代表他是众音的音节 组众音的音节 那这边 一样 同样逻辑这边就是组众音的音节 那后面这边呢 GRAD这边也是组众音音节 那我们这边众音就先不用管他OK 那其实啊假如 众音的位置是在某个音节呢 对我来说那个音节听起来就会比较 清楚 而且比较大声 然后音调会比较高一点 OK 记住这三个就好了 就是 比较清楚 比较大声 音调比较高一点 那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我觉得是音调 高或低 OK 所以只要是众音的音节啊 组众音音节 他的音调听起来就会比较高一点 如果我感受不出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 Photograph 有没有感觉哪个音调那个音节的音调比较高一点 如果感觉不出来没关系 我们这时候只需要把我们的嘴巴把他闭起来 OK 所以原本的photograph 我们把嘴巴闭起来就会变成 嗯嗯嗯 知道那个有听到那个差别吗 Photograph 嗯 嗯 嗯 其实你把嘴巴闭起来之后你很明显就可以听到 诶 这边第一个众音呢其实就是音调听起来比较高 所以其实音调比较高那个 音节呢其实就是 主众音众音的所在 那我这边标个红色 好再来第2个这个单字 Photography Photography 啊如果一开始听不出来没关系我们再弄 嘴巴闭上再 发音一次OK 对原本的photography变成 嗯嗯嗯嗯 OK 有这感觉吗 有 那如果有这感觉这边就是中音的OK 音调比较高 Photography 嗯嗯嗯嗯 OK 再来第3个 Photograp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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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上嘴巴之后就变成 嗯嗯嗯嗯 所以 众音呢就在这里OK Photographic 那 如果呢就是众音对我来说有分成两种啦OK 第一种呢就是 不在最后一个音节的众音 就像这种都不在最后一个音节 这些众音都不在最后一个音节 那第二种呢就是众音在最后一个音节 那像第1种就是照我这个方法 是没错就是音调 音音调听起来比较高的那个 那个音节呢就是 主众音所在 那第2种呢就是众音在最后一个音节 那 我自己觉得啊 众音在最后一个音节有一个特征就是听起来真的会比较重一点 OK 真的会听起来比较重一点就是有那个抽象的感觉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字日本这个字 Japan 有没有发现最后一个 音音节听起来是不是有点 比较重 比较 比较凶吗 比较凶的感觉 Japan OK Japan 同样道理这个字一样 Japanese Japanese 有没有看到 Nees 对像很多 英文单字啊什么 EE结尾的 OK 像什么Refugee 有没有 难民啊 像这种众音都在最后面 所以他不是什么Refugee 那是Refugee 听起来 如果众音在最后一个音节的时候听起来就是真的听起来比较重的感觉 OK 所以 那像 这种啊 这个音节这么多 不知道众音在哪里 没关系我们就 一个一个音节把它念对 然后再来看众音在哪里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字 Characterization 如果太快的话自己放慢速度 然后我们再闭上嘴巴再念一次 Char 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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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S S 那其实你念久之后啊你就不太需要就是把嘴巴闭上你才可以知道众音在哪里 那这时候呢如果你已经熟悉 很多单字的发音之后 然后也判断过很多 单字的众音在哪里之后 其实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这边众音就在这里 Characterization 那这个字呢一样就是Characterize 众音就在第1个音节 那其实你会发现呢你在听我讲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 只有众音的那个音节他的声音听起来比较清楚一点 那在其他音节像是这边有没有 可能听起来会比较模糊一点 有没有 所以如果很正统就是发的很正确的你可能会发成 Characterization 可是 外国人他们不会这样念他们会 前面就很含糊的带过 可能就会像是Characterization 他们这边就会比较 不太清楚 就是非众音音节的 那个声音他的 就比较不会这么清楚 那 只有在这边主众音的音节他们会发的最清楚 OK 所以只要记得 众音音节呢 主众音音节就是发的很清楚 那比较大声一点 然后再来就是 音调会比较高 OK 主要是这三个判定原则 好那今天的 众音的影片就介绍到这边咯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咯